记者颜红军袁林报道,就读张化线袁林国小二年级的汤子一,是张化线列克登级年纪最小的街头艺人,他学绝世古才短短一年,就有模有样,参加中区鼓手比赛,或低年纪组第一名的佳鸡,今天受邀到袁林鼠奎花季活动现场表演,小小年纪打一手豪鼓,经常迹经全场被誉为晋级的小鼓手。 唐子一在幼稚园中班时,与家人逛街,被路旁爵士鼓手声声吸引,听到忘我,爸爸唐玉传问他想不想学,唐子一马上说好,便从木香鼓开始学起,一学就是两年古典超级的基础学会后,去年起进阶学爵士鼓。 唐子一说,学习的过程并不难,因为觉得自己很酷,打起来就有自信和兴趣,照着老师的教导练习,一步一步进阶,他觉得越大越有劲。 爸爸说,父母的责任就是帮他找老师,帮他买一套适合的爵士鼓,他们只买基本款一套三万多元。 老师经常带着子一上街头表演,这是练胆量的好机会。 其次,每天至少要打一小时才不会伸输。 子一第一次参加中区爵士鼓比赛就拿下冠军,此后表演邀约不断,爸爸成为子一的经纪人,只要课业允许都会让他出场表演。 一方面自己赚学费,一方面练胆量,小小年纪打一手好鼓,又能自己赚学费。 观众竖起大拇指说,赞,晋级的小鼓手。